下一首曲目《旧城漫步》 是黄振南先生新创作的一首现代国乐曲 它的创作灵感来自高雄 一座建于清朝道光年间 见证台湾历史的《左营旧城》 所谓现代国乐 它是有别于小型私主演奏的形式 或者是传统的由大鼓 或者是单一项乐器领奏的合奏方式 现代国乐参考了西方交响乐团的乐器配置 西洋音乐的乐领 和声 对位等等 再加入传统乐器的特性 形成了独特的乐曲风格 所以《旧城漫步》这首乐曲的开场 我们可以听到热闹的北馆音乐 乐曲的中段转慢版 我们可以听到作曲家 他引用难管的相思影 也就是后来被黄俊雄先生 采用而创作的《相思灯》的原型 这是一首颇能让人发思骨之忧情的乐曲 第四首曲目《阿里山情歌》是陈庆文指挥的创作曲 他以台湾地标《阿里山》为创作灵感 开场用原住民风格强烈的节奏带领大家进入阿里山的世界 中后段则以经典歌曲《高山清》作为旋律的主轴 整首曲目展现出阿里山的美丽风貌 以及邹竹原住民的热情奔放 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回向国乐团 并且有请陈庆文指挥 阿里山的美丽风貌 阿里山的美丽风貌 阿里山的美丽风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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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